雪兰娥搬打马兰发生了重大劫案 匪徒劫财还砍人 至少10名匪徒是拿着八冷刀 爬墙闯入住家 搜刮了总值60万令吉的首饰跟现金 而警方目前还在追捕嫌犯 警方指出案件发生在昨天凌晨 闭路电视的画面其实已经在网上疯传了 初步调查发现大约10到12名 相信是本地人的匪徒分成两辆汽车抵达现场 然后就爬墙擅闯民宅 他们一进到房子先把三名住户给绑起来 然后就开始大肆搜刮 过程当中匪徒还压着住户在房子里走动 而其中一名受害者成功联系到了警方 可是巡逻警察到场的时候 所有嫌犯已经逃走 一名37岁的受害者左肩被砍伤 宋苑缝了四针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395397 从截火迟现抢劫的角度来调查 行acula进去 援重大控制 我说明 erk timeframe 就已经 Kidney了 拿出功炎 实要演员 我们出 meet 想换 我们期待